Hello 大家好 我是Loma 今天的主題是Broadcast 我最近是新發現的一個新滿意 其實Broadcast在外國已經流行了很多年 我想好像是有十幾年 我想說 自從我發現了Broadcast這件事之後 就好像高倫堡發現了新大陸一樣 我有空的時候就會播放不同的節目來聽 學習一些新的知識 我覺得是很棒的 所以就想跟大家去分享 就跟大家說 什麼是Broadcast Broadcast簡單來說 就像一個可以用來聽的YouTube 就是用聲音為主的網絡節目 節目主持人已經是預先錄製好的一段Audio 放上一個平台給你們聽 你們可以隨時上網 或者可以下載下來 你坐車時聽也可以 如果你們不知道什麼是Broadcast 其實你們可以在iPhone上 用一個內建的紫色App 你就會看到那個就是Broadcast 如果你們是用Android系統 你們可以下載Google Broadcast 或者是Spotify 都可以 另外有兩個App 你們都可以收聽到網絡節目 例如山安 和喜馬拉雅 山安是台灣團隊開發的App 喜馬拉雅就是內地的App Broadcast的內容多樣化 例如國際時事 文化觀點 旅遊 科技 生活 心理學 自我成長 都有 有見過內地也有一些Broadcast 專門做給小朋友聽 他們就會說一些睡前的小故事 配合一些音樂 令到哄小朋友睡覺 我覺得這件事都蠻有趣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Broadcast很棒呢 三個重點 第一 完全免費 第二 話題內容很多樣化 第三 收聽時間 除你選擇 我們有手機在手 我們就可以接收到更多不同的資訊 只要你有興趣 就可以收聽到 我會將Broadcast稱為移動知識書 只要你有手機在手 社會科學 理財 人生規劃 國際新聞 學語言 兩性知識 其實在Broadcast內 全部都可以聽到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你說多棒 還有你想想 沖浪 煮飯 掃地 做家務等等的時間 我們耳朵是沒有工作的 但是眼睛很忙 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 這樣 我們可以去聽Broadcast Broadcast可以完全利用到你所謂的時間 今天關於一個自我成長的Broadcast節目 我主要都是介紹台灣那邊比較多 自我成長的Broadcast 他們主要是邀請一些嘉賓 會分享關於自主學習 自由工作者 創業 斜幹生活 經營自媒體 個人品牌 這些話題 我覺得以下 那六個Broadcast 其實都很值得聽 因為每一集 每一位主持人 他們的觀點和想法 都很不一樣 我覺得你可以聽多些 做你的參考 有時候他可以激發你的想法 好 那我們就Let's go 好啊 左編茶水間 這個節目經常都會分享 上班族會產生共鳴的 善愛成長話題 從生活 職場 心理 甚至乎追求人生夢想的方向 都可以在裡面聽到 旅力心聲這個節目 會邀請不同行業的旅力代表 分享他們在光纖亮麗成就的背後 不為人之的努力 付出勇敢堅持的故事 每次聽完都會為我帶來 十足的力量和勇氣 勇敢心做自己 追逐自己的夢想 小學校會教的視節目主持人認為 一個人如果只有專業領域知識 是沒有辦法真正體驗到 生活的喜悅和滿足感 也沒有辦法全面發揮個人的潛癮 這個blogcast裡面 分享如何開發 培養相關的軟實力 例如抗壓力 領導能力 溝通能力 人際關係 情商培養 時間管理等等的才能 令到我們可以在工作 或者私人生活上面 有全面的正面發展 而且可以達到更好的狀態 讓思想去旅行 這個blogcast邀請了很多 周小營創作者 去分享他們的職埋 生涯規劃 社群 致媒體經營 個人品牌marketing 如果你對人生感到迷惘的話 他的節目一定是可以給大家很多啟發 女創業家與我 這個blogcast主要就是 幫助網絡的創業家 教練 接觸 和想打造自我品牌的大家 快速學習到創業的know-how marketing sales 和幫你迅速開設自己的網絡事業 和網絡品牌 我安靜 我相信是專門為內向者 打造的blogcast節目 在節目中 會提及到不離即創業 內向即長者的心酸史 如何成為slag族 要如何面臨被討厭的勇氣 最重要 他們都會提及到 如何擺脫苟前不清的負面思緒 如何成為更好的自己 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 今天我關於自我成長的blogcast 就介紹到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subscribe 是cls 董地 好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